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就是上面画的一个小鸟 底下呢 画了一团火 反正我们看到的是其中的一款 上面的一个小鸟 这个就是代表小鸟 这是在家伙们里面画的比较简介一点的小鸟 底下呢 它就画了个火焰 把个小鸟放到火上烤 还有一个写方呢 这就是鸟的样子 这就是鸟的样子 底下呢 画了一个火焰 还有一个写方的 这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罪这个字 这就是鸟的酱 鸟爪 下面呢 是一个火焰 它在火焰画的这样一个形象 画的这样一个形象 在经文里面呢 这找到一个 真过世纪的一个经文里面呢 它写着这样 这样一个鸟的身体 代表一个鸟 底下呢 就是代表一个火 这个就是飞出来的火星 这是真过世纪 写成这样子 所以小鸟的这些写方呢 它也基本上就是成熟家伙们或酒们 上面就写着一个罪 底下写着一个火 上面写着一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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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呢 是一个火 那这就是小砖那种写的 地树里面 马湾的铺树里面 开始写着这样 这是马湾的铺树 这样写着 开树的基本上就是 从这个把银边勾来 汪锡之 它就写成这样一个形象 叫这个字 它的本意就是把小鸟放在火上靠 也衍生了一些其他的意思 比如说 黑啊 干枯啊 比如说烧焦的啊 等等一些衍生意在里面 今天呢 我们就把焦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上面写着 所以我们是把铺树放在火上 然后我们就把铺树放在火上 之后 我们也要把铺树放在火上 我们就把铺树放在火上 很多字幕和铺树放在火上